弟兄姐妹们早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马可福音三章二十到三十节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 众人又聚集 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耶稣的亲属听见 就出来要拉住他 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 他是被别西普附着 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跪 耶稣叫他们来 用比喻对他们说 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 若一国自相纷争 那国就站立不住 若一家自相纷争 那家就站立不住 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 他就站立不住 必要灭亡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 抢夺他的家具 必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渡的话 都可得赦免 凡亵渡圣灵的 却永不得赦免 却永不得赦免 乃要当当永远的罪 这话是因为他们说 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要跟大家分享 要跟大家分享灵修的一句亮光 若一国自相纷争 那国就站立不住 若一家自相纷争 那家就站立不住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看见的应许是 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渡的话 都可得赦免 可以避免的罪 亵渡圣灵 在生活中的应用 我看见的是 要学习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 都要常常求告神 求问神的心意 尊主为大 对上帝心得认识是 神是轻慢不得的 圣灵是神 我用自己的话重新写过一次 耶稣满有恩慈的对待他们 尽管他们是那么顽耿盲目 耶稣为了要让众人 看见神的国已临到 看见神的能力 是希望他们有所改变 并且把原本在黑暗中 被撒旦挟制的人救出来 让凡有信心愿意跟随的人 和听见神国的人 都可以靠着耶稣 从四面八方走出来 进入神的国 并且得着医治和释放 但是宗教的权柄 派人来否定耶稣是神的儿子 说他是鬼王 但耶稣他证明了 他是靠圣灵 而不是靠着鬼魔来赶鬼 所以在这里我学习到 圣经中里面有一个很严肃的警告 而且也带着一个应许 就是所有的罪和亵渎 都可以在神那里得着赦免 只有一件事情例外 就是故意视而不见的罪 持续不断的拒绝圣灵的光照 抵挡圣灵的工作 故意对耶稣做错误争辩的人 这样的人是不能得着赦免的 因为他们已经拒绝神所预备 唯一可得赦免的路 他们已经将门关上了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耶稣谢谢你 你释放我们 就是要让我们看见 神的国已经临到 并且看见神的能力 主要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包括孩子 让我们常常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 让圣灵来光照我们生命中 一切的黑暗 并且不要抵挡圣灵的工作 谢谢你 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感恩 Amen